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密 12月12號 中共黨魁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越南首都河內 對越南進行了兩天的國時訪問 當日中午 央視新聞客戶端發佈了一段機場歡迎人群的影片 有網友注意到 在這段影片中 一位揮舞越南國旗的歡迎者 在第12秒處出現了一閃而過的 樹中子的畫面 疑似向抵達的習近平 以及隨同到訪的中國官員 豫氣中子 侮辱習近平的畫面引發網友關注之後 轉發了這段原始視頻的多家網站 其中包括澎湃新聞 南方網、中青在線等 刪除了相關網頁 顯示官方下達了統一指令 該影片引發網友熱議 網友劉雄開玩笑地說 越南人民熱烈的歡迎禮節 網友歐悶說 居然是央視的特寫鏡頭 必須點讚 網友一去心思更不歸 在社交平台X上說 做得好為越南點讚 網友不要搶走我的小麵包說 做得好 好了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當下趙樂際與王岐山的處境 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 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之後 前所未有感 在全國紀檢系統搞清理門戶 前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的親信 舊部紛紛被捉拿 根據中紀委前書記 衛健行的讚稿人 黃友群的文章盤點 較早被捉拿的中紀委國家監委 宣傳部副部長 郭忠強 中紀委國家監委第二監督檢查室 副主任劉賢 中紀委國家監委 駐交通運輸部 紀檢監察組前二級巡視員 姚西科 中紀委國家監委 第十三審查調查室 一級調研員崔玉南 以及多次擔任 國支委巡視組長的駱玉琳 都是趙樂際任中紀委書記時 與其關係密切的下屬 官方近期陸續通報的 紀檢監察內鬼中 有不少是趙樂際任中紀委書記時 被提拔重用的 作家兼獨立時評人蔡神坤 9月26日對大紀元表示 按中共的內鬥規則 前朝時期留下來的官員 都容易被清洗 習近平就是通過新的紀委書記 來整肅前朝官員 比如王岐山與習近平配合 將江澤民時期 或者胡錦濤時期留下來的重要官員 基本上通過反扶打了下去 趙樂際上來之後 重點是打了王岐山提拔重用的官員 現在又輪到李希操刀了 李希現在肯定是會將矛頭指向趙樂際 因為趙樂際從地方到中央 有盤根挫折的關係 在人事上亦都提拔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只有清除乾淨 對習近平來說才沒有引華 下一步剩下的 基本上都是習近平自己認為是放心的人 趙樂際曾經在青海任職長達30年 2000年1月任青海省省長 2003年8月到2007年3月任青海省委書記 而趙樂際在青海的舊部亦都接連被查 其中包括青海西陵市委前副書記 市長孔令棟 中國通融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市長西陵市前副市長許國成 青海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前主任 前西陵市副市長姚林 青海省政府參事黃平 青海省應急管理廳 黨委書記廳長韓向輝 按照中共的官場潛規則 救部或者親信被剪裙邊 這個不是好事 而趙樂際現在是人大委員長 是三把手 按照中共表面的規矩 權力非常大 胡溫時期江派還發文說 人大委員長有對總書記說筆的規定 但是實際上共黨書記是核心 人大只是個橡皮圖章加遮醜報 而趙樂際的舊部親信不斷被捉 引起外界很多猜測 或者意味著 他並沒有得到中共黨魁的完全認可 被習近平視為龍脈的陝西巡嶺 過去十幾年來出現了大規模為建別墅 護主非官則貴 當局提到的就有1185棟 陸媒報導 2018年7月 習近平第六次批示 整治巡嶺為建別墅未果 當地的官員楊鳳欽為 集體抵制習近平 香港《明報》2019年 曾經援引知情人表示 在習近平批示拆為建別墅之後 陝西的官員十分為難 因為他們知道 大部分的別墅都是趙樂際 2007年至2012年執掌陝西期間修建的 他們夾在習近平與趙樂際兩人之間 只能夠選擇不作為 直到習近平先後六次批示之後 陝西方面先開始拆除巡嶺的別墅 此後一大批陝西官員 因為涉及巡嶺違建別墅案落馬 為首者包括 陝西前省委書記趙正銘 陝西前副省長馮新柱 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魏文舟 陝西省政協前副主席竹作梨 以及陝西省委前秘書長錢引安 西安市長常觀吉慶 西安市原政協主席程群力 陝西省前副省長陳國強等等 趙樂際因為陝西巡嶺違建別墅案 也曾經受到習近平的警告和敲打 中共中紀委前書記王岐山退休被冷落 他的救報、親信和親友也有不少出了事 比如2020年9月22日 他的亦有亦私的北京地產大亨 中共商務部副部長任全生的兒子任志強 批判當局抗疫不力、妄議中央 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 各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判刑18年 2022年1月曾經隨王岐山幾十年的大臂 中央巡視組前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被判死援 今年6月中共央行副行長范一飛被相規 范一飛曾經是王岐山當年掌管建行時的財務大總管 今年11月9日招商銀行前黨委書記 行長田惠宇受審被指控仇賄2.1億元 田惠宇曾經是王岐山在建設銀行時任職時的秘書 現實的情況是王岐山在今年3月10日 卸任國家副主席之後基本沒有露眠 他從中紀委書記下來之後就被冷落 曾經抓了國家多個大貪官成為歷史傳說 有人還擔心他會不會退休之後 被江派的剩餘勢力蝕行 而現在從趙樂際被展群邊的廣度和深度來看 似乎都要沈於王岐山 那下場可能會比王岐山更加慘 因為王岐山的救部和親信出事 都是王岐山已經識權或者已經沒有實權的時候 而趙樂際的救部和親信出事 趙樂際還掌握著實權 今天還是第三把手 比中紀委書記的地位要高 有分析認為趙樂際不會因為腐敗問題落馬 但是當局可能會把他身上的羽毛一斤一斤地拔下來 最後只剩下一個驅殼 在層層的監視中度過餘生 特別是巡嶺為見別墜案 習近平批示了六次都不聽 那些人很多都是趙樂際的腦部下 這個令一尊非常老火 西安一些高官被抓之後 媒體報導圍繞著駱玉林案不斷擴大 已經形成了一個系統大案 青海省和西寧市 他們曾經經營多年的地盤 掀起了運動式的辦案高峰 全省在查先後逮捕若冠明與他們關係密切的重要人物 並正在大範圍地進行調查 聽說目前駱玉林的專案組僅在北京中紀委已經約談了一百幾十人 在青海就已經約談了一二百人 官場大鎮人心惶惶 普遍認為這個是衝著趙樂際稱君側來的 今年9月13日至14日 中共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北京舉行 該回議稱 中共黨委和政府辦公廳要提高政治站位 當好參謀助手等等 時政評論員岳山曾經對新唐人表示 中共黨會的披示提高政治站位 這個是對各級官員秘書的要求 其實是要他們做好黨的眼線 也就是做好習近平的眼線 習近平對高官不放心 這些話暗時那些高官秘書 如果舉報高官問題有上 中國問題專家黃黑對新唐人表示 目前中國局勢詭異 中共正在顯露政治經濟危機 越來越多民眾逃離可怕的長國 副部級官員落馬中 很多都是被指控政治問題 就是對黨有疑心 包括趙樂際的舊部和親信中都有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分享 並按下小鈴鐺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